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次我给他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这里所有的工作都是要让我们的双手更加灵活 记得2016年 我在迎接七岁的孩子们踏入华德夫学堂的第一天 讲完了欢迎故事之后 我就告诉孩子们 恭喜你们过关斩将来到一所魔法学校 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是工作与学习 毕业后你们就会有一双充满魔法的双手 于是孩子们就展开了 他们用双手去体验与学习的旅程 大家学习使用辣块及辣笔 跟着老师画画 画形线画 写字等等 从梦幻朦胧的作画慢慢到比较细腻的画风 我看到孩子们一天一天的进步 孩子们的书写工具 从大块的蜡笔 接着转换成要用自己的手 用刀片去削的颜色笔 一直到四年级的书写力时候 他们正式使用钢笔 这时候 我看到孩子们 慢慢找到正确的握笔方式 在主课本里面找到空间 开始写出越来越端正的字体 大家也在试试的画纸上进行试水彩 他们先体验不同颜色的特质 然后学习和色彩及水分工作 渐渐的 孩子们上手了 自我要求越来越高了 同时也画得越来越出色了 很多时候还清出于蓝 九岁 也就是三年级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这一年 孩子们要用双手 去做很多的工作 以帮助他们入室 他们进行农耕 进行种植 把收成的农作物 煮来吃 是件快活的事情 至于和木工老师 一起学习建筑 更让我看到 孩子们 在汗水中成长了 这一年 我也带着孩子们 一起走出过外 去看看外面世界的人 是如何使用双手 来养活自己 同样也是这一年 孩子们第一次接触民宿 Kley 并深深地带上了这下活动 从一年级开始 到四年级 我看到 班上的孩子们 从当年的天真 逐渐褪变成熟 他们也从 当年的浩晚 变成了今天的浩雪 这是做老师 最感动的地方 而他们 稚嫩的双手 如今 也变得灵活 孩子们感受到 自己双手的潜能 自信心 更是逐渐地 展现出来 我认为 学习不应该 只是使用头脑 这种让孩子 用双手去体验 与工作的学习过程 让人有更深刻的体会 同时也磨练 孩子们的意志力 这就是华德福教育的美 也是吸引我 让我一直在 这条教育路上 走下去的动力